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内向者的竞争力》 本书作者谭云飞 由评歌为您播讲 第十七集 不必庸人自扰 哪些值得欣赏的内向特质 内向性格具有很多值得欣赏和发扬的特质 综合归纳起来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是享受独处是自我的选择 大多数人喜欢生活中的热热闹闹 害怕一个人的孤独 性格内向的人往往很享受独处的时光 内向的人并不是害怕社交活动 不参与活动其实是他们的自主选择 第二 善于倾听 最有同理心 内向的人一般很安静 不爱闲聊 因为懂得他人 也最善于倾听 富有同理心 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 在你难过的时候 一个外向的人会听你讲述 然后带你去各种地方 强行排行苦闷 但这未必真的能够解决问题 而一个内向的人呢 不仅能够倾听你的难过 还能够陪你一起难过 然后会思考 真正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 帮你渡过难关 第三就是 很专注又有深度 内向的人做事比较安静 大多喜欢读书写作 或者从事研究 一般可以独立完成工作 他们心思细腻 善于观察 经过多年的魔力和沉淀 他们的注意力高度集中 能够习惯性地深度思考 常常可以取得 或大或小的成绩 第四就是 想清楚再说话 凡事有理有据 因为内向的人喜欢思考 所以无论任何交流谈话 他们都会经过深思熟虑 不会口无遮拦 其实 在现代这个 凡事都想短平快的社会 他们拥有的 应该是很稀有的品质 虽然常常被误以为 是不善表达 但是内向的人 只是更加谨慎而已 第五就是 惊人的执行力 性格内向的人 并不是做事缺乏积极 只要考虑成熟 一样会付诸行动 而且既专注 又富有恒心 可以很自信地坚持自我 不需要鲜花掌声 就一样能够 把事情做得漂亮 他们不愿意夸大其词 喜欢尽善尽美 只要把事做好 就会感到很满足 第六就是 敏锐的洞察力 在日常生活中 性格外向的人 总是爱急着 表达看法和观点 有时候 事情的原委 都还没有弄清楚 就开始漏洞百出的 滔滔不绝 很容易让别人不舒服 而性格内向的人呢 对待事情就比较冷静 容易看到本质 所以他们更具有洞察力 遇到事情 也能够做出比较正确 和明智的判断 第七就是 做人靠谱 值得信赖 内向的人一般 不爱闲谈 善于倾听 善于给别人留有余地 往往最会保守秘密 也最值得信任 了解内向者的就知道 他们不会随便平头论足 也不会四处散播谣言 所以十分靠谱 第八就是 节俭 但不吝啬 把钱花在有用的地方 内向的人一般喜欢 安安静静 爱好身居简出 但是他们不是 没有交际应酬的能力 只是有时候觉得 没有必要 他们在家 也可以过得很精彩 不会以一些 无厘头的名义 去浪费金钱 他们并不是吝啬 只是希望 向值得付出的人 表达心意 必要的时候 会积极地为家人 为朋友出力 第九 对事有见解 在一些事情上 怎么说 可能比说什么 更加重要 性格内向的人 不是缺少话语和谈资 而是因为他们 对待事情都很认真 他们发表看法 往往会一语中递 而不会敷衍和迎合 第十 出色的领导者 不一样的风范 大众化的观点 可能会认为 那些不外交际的 性格内向的人 很难去带领一个团队 领导一个公司 或者机构 恰恰相反 内向的人 同样可以成为 很优秀的领导者 事实上 大多数领导者 都寡言少语 性格内向 但他们知道 如何尊重他人的需求 如何进行 战略性的思考 如何提出 有价值的建议 十一 强大的自我认知 就像古希腊艳语所说的 人最大的智慧 就是认识自己 当今社会 信息网络化 碎片化 很多人陷入迷惘 想不通自己 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人 而很多内向的人 内心坚定而强大 他们容易拨开迷雾 看透事物的本质 能够对自我有一个 清晰的认知 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然后遵从内心的想法 为自己充电 十二 卓越的创造力 拥有内在能量 性格内向的人 其实拥有外向者 无法比拟的天赋 因为心思敏锐 善于思考 在其冷静的头脑之下 蕴藏着丰富的潜能 所以很多伟大的艺术家 哲学家 都是不爱社会交际的 内向者 十三 情感丰富 也懂得控制情绪 之前我们一再强调 内向的人 心思细腻 都很敏感 但他们其实懂得克制 很少激烈地表达和发现 很多激烈的情绪 不太会写在脸上 在交往之中 会给对方留有余地 他们心中会有五味杂陈 大喜大悲 但坚强的内心 能够让他们看起来 波澜不惊 十四 深度人际 交心挚友 内向的人 身边的朋友并不多 但他们只要一交朋友 就会把对方 当成一辈子的挚友看待 他们看中朋友的质量 从不交酒肉朋友 要交 就要交心 所以 往往这些内向者交往的人 都能在关键时刻 为其助力 因为他们的关系够硬 经得其考验 所以假设你是一个内向的人 为什么要刻意去改变 以迎合与自己本性 截然不同的价值标准呢 就像俗话说的 凡事都不是绝对的 上帝如果给你关上了一道门 一定也会为你 打开一扇窗 我们需要正确看待 个人的长处和短处 扬长必短 就像一个预言故事里所说的 一个国王想要考验囚犯的头脑 释放里面真正聪明的人 他对关押的一群囚犯说 你们中间谁能够从这间牢房里 轻松自如地走出来 我就赦免他的死罪 还会赏给他良田和金钱 让他有机会重新开始生活 那些囚犯都觉得国王在开玩笑 因为牢房被锁着 十分坚固 想要走出来 那明显是不可能的事情 过了一会儿 一个平时不爱说话的囚犯 站起来靠近牢门 观察片刻 他抓住锁门的铁链 轻轻一拉 这门一下就被打开了 原来牢门外面的铁链 只是挂着 并没有真正的锁上 只要你有勇气 伸手去拉开铁链 这牢门自然就会打开 这个故事说明 事物的外表 都具有欺骗性 世俗的眼光和舆论 容易让人迷惑 性格内向者 却具备看透本质的能力 根本没有必要 庸人自扰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 或者本期内容 记得订阅分享 下一集 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内向者的竞争力 本书作者 谭云飞 由平哥 为您播讲 第39集 共请力MAX 发挥好你的同理心 打动更多人 内向的人一般都具有 惊人的洞察力 他们表面上可能寡言少语 但往往言之有误 因此 他们的意见和声音 更容易被他人认可 曹雪芹笔下的 贾宝玉和林黛玉 都是经典的 内向性格人物 他们两个人心意相通 处处体现了 站在对方角度 所思所想的 性格特质 以贾宝玉的人物形象来看 他对府上女孩的关心 都是发自内心的 无论是千金小姐 还是身边的丫鬟 这体现了 他极为真诚的天性 而黛玉呢 则是一个身世孤苦 内心十分敏感的人 他品质高洁 一片纯真 虽然与宝玉的关系 处处暧昧 有时甚至还会猜忌宝钗 但后来 宝钗对他示好的时候 黛玉还是当宝钗 如亲姐妹 没有了顾忌 这种共情能力 是很多内向者的 共通点 性格内向的人 站在对方的角度 对别人的喜怒哀乐 经常感同身受 替别人着想的品质 是非常突出的 他们常常设身处地的 为别人着想 不管是与好朋友 交换思想意见 还是与同事相处共事 都可以取得 非常好的效果 成为对方 值得信赖和倚重的 知心人 内向性格的人 在思考的时候 会非常安静 就像《红楼梦》里的场景 贾宝玉 林黛玉 都时常会有 入神发呆的时候 他们不会去打扰别人 也不喜欢别人干扰自己 他们会专注于做某件事情 同别人交流的时候 他们也一样 专注认真 和耐心细致 哪怕在细致末节的事情上 都会同对方 产生强烈的共鸣 一次贾宝玉 从大观园路过 遇到天快下雨 想要赶回住处 却听到强威架下 有人在哭 宝玉凑过去 见到一个丫鬟 背着她用簪子 在地上反反复复地画字 宝玉很是好奇 照着那丫鬟的笔画 跟着在手信上写 发现她画的是一个 强威的强字 宝玉起初还认为 她是要写诗 在揣摩诗句 但她画了很多遍 单单就是一个强字 宝玉一下子 就被她的举动触动内心 心里想 这女孩子 一定有什么话 说不出来的大心事 才这样个情景 外面既是这个情景 心里不知怎么煎熬 看她的模样这般单薄 心里哪里还搁得住煎熬 可恨我不能替她分鞋过来 最后 天上下起雨了 宝玉和那个丫鬟 林冠都没有察觉 等宝玉提醒她时 林冠也以为 是一个路过的丫鬟 还说 多谢姐姐提醒了我 原来 这个林冠偷画的是 心上人 贾强的名字 她是贾府过来的戏子 和管理戏班的贾强 心生爱意 但贾府规矩森严 绝不允许府内人 和戏子有感情 所以 兴师无法诉说 只能偷偷写 心上人的名字 这一幕只是 《红楼梦》中 非常闲散的一段小情节 但是曹雪芹 用点睛的笔墨 写出了两个人物的痴态 林冠和宝玉 都是属于内向性格 他们对待别人 都能够产生某种 感同身受的 移情效果 非常传神 这样的人 就是能真心地 站在对方的角度 所思所想 关心 记挂别人的知己 他们往往把对方的感受 看得比自己的还重 在生活中 多数性格内向的人 也都有一些 类似的独特品质 只是个人的表现 各有不同 有的能够做得比较好 有的可能就比较一般 从生活中交往的细节来看 有些人很会为他人着想 比如他们有事找人帮忙 出于尊重礼貌 通常选择 发文字消息 而不是语音 因为他们会考虑 人家再忙 可能不方便听 这就是 看似非常细枝末节 但不一定 人人都会 注意流行的细节 内向性格者的 这种处事方式 和一般人不同 尽管今天 许多社会交往理论 都建议多替别人着想 鼓励人们 同别人相处时 要带着同理心 一些圆滑的人 凭借出色的交际能力 看似在这方面 游刃有余 实则 言行举止中 处处透着套路 反之 性格内向的人 一向真诚交心 他们可能比较慢热 也可能比较笨拙 不善言辞 甚至 回应比较缓慢 但他们却是 真心诚意地 为别人思考 真正设身处地地 为对方权衡过后 才表达 那么 如何提升自己 为人处事的能力 让自己能够 充分地换位思考 让交流方式 更加具有同理心呢 不妨 从这几个角度 改进自己的交流方式 第一 顺应对方的思路 并要入戏 同一个人交流的时候 对方在对你 非常信任的情况下 才会滔滔不绝地 吐露心声 因此 作为倾听者 不能试图敷衍 要顺着对方的话题 全身心投入 既不能轻易 扰乱对方的思路 也不要只是 一味地回答 恩阿 而需要 积极地 与互动 第二就是 进入对方的情境 促进 有效沟通 积极地互动 需要触及对方的思想 不能拧开水龙头 就任由对方宣泄 也不能像挤牙膏一样 试探和刺激对方的思维 而是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 进行沟通 这样 才能更好地促进 对方表达其真实意图 甚至可以帮助对方 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 或者本集内容 记得订阅 分享 下一集 我们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内向者的竞争力》 本书作者谭云飞 由平哥为您播讲 第三十七集 分析是思考 善用思考 你会更成功 之前我们多次提到 性格内向的人都善于思考 有些人习惯深思熟虑 比如某一行业的专家大咖 每个人讲话都会思考 哪怕是放松的闲聊 都不例外 就像在聚会场合上 其他人见面了 会一起谈天说地 聊一些娱乐性话题 内向的人有时候不爱说话 但他们的脑子 并没有停止思考 而且 内向的人 往往不是进行简单的思考 而是喜欢对一些内容 进行各种角度的分析 好比他们会从一个话题延伸 去吸收综合很多信息 在大脑里不断消化 直到感觉各方面都已经掌握 这也是他们想的太多的缘故 在擅长的事情上 内向的人显得很有准备 比如在课堂上 内向的学生会暗自用心 对待重要的内容 记录老师在课堂上讲的 所有知识点 下课以后还会反复地思考 为考试做充分的准备 这就是一种分析性的头脑 日后处理生活中和工作中的 许多事情 他们都会沿用这一方式 可以说 这既是一种性格特质 也是一种长期养成的习惯 在工作中 他们往往能够获得 其他人无法预料的收获 分析性思考 就是他们在生活中 和职场上的成功因素 有一次 我去参加一个工作兴致的聚会 邀请了一些合作过的客户 和可能有意向合作的客户 其中张总就是公司市场部 准备接洽的一个 涉及公司的客户 在一大群人中 无论是公司答谢 还是尝试联络的 大家不管熟时与否 都相互恭维 天高海阔地 谈论一些工作构想 或者是东南西北地 聊一些人生经历 张总在他们中间 饮酒说话 只是偶尔地回应一下 一般是点头微笑 大多数人都在安静地 听其他客户说话 等到其他客户 答谢介绍完毕 公司邀请这个 潜在客户张总 上台说两句 他这才站起身来 上台感谢这一次聚会的邀请 原来 他非常仔细地 留意了在场的人士 最后他的讲话 照顾到了所有人 感谢了很多人 让每一个人 都把他当成了自己的朋友 非常珍惜这一次交流 尽管张总讲话 开始有一些拘谨 但是随着热闹的氛围 沉静下来 全场人都开始 安静地倾听 于是他越来越自信 语言组织条理清晰 态度客气温和 等他讲话完毕 台下掌声雷动 大家对这个不到40岁的老总 赞不绝口 最后 公司把张总列为 非常重要的长期合作伙伴 这一类内向的人 无论是与朋友交谈 还是与工作客户交谈 都非常在意 对方的话语信息 会谨慎地分析相关的内容 也会结合自己的内在想法 思考如何进行 有效地对接 顺利交流 他们一般很善于分析 经过酝酿的谈话内容 也显得很有深度 尤其是关于职业方面的信息 哪怕是在一些他们并不感兴趣的社交场合 一旦触及启发他们的细节 他们也会陷入思考 如果真认为内向的人不善言辞 不懂交际 那就是误会了 其实他们只是进入了另一种行为模式 正在酝酿一些不错的想法 包含寻常反思中 没能及时记录的信息 又或者是一些平时很少接触的内容 在交谈和聆听中 忽然被激发出来 使他们打开了另一片值得探索的天地 因此忽略了周围的人群 内向的人如果能够妥善运用分析式思考 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 但是需要注意的地方也不少 第一 分析思考注重质量而不是数量 尽管内向的人大都喜欢有深度的谈话 因为这样的沟通效果会更好 但如果想要培养分析交流的能力 就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交流经验 慢慢扩大生活圈子 通过分析思考 获得成功需要长久的坚持 有时候也需要一点巧合的幸运 第二 利用独处加强分析式思考能力 内向的人原本比较珍惜独处的时光 他们习惯在安静中为自己增添正能量 在自己独处的机会里 尝试提升分析思考的能力 是最好不过的方式 去健身房锻炼 或者去书店看书 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独处 因为周围的人群都抱着和你相同的目的 你和他人志同道合 但又不会受到打扰 这是内向者和内心对话 提升自己的理想时机 第三 谨慎交谈 人与人的交往中 言谈说话 小心谨慎 是公认的优秀品质 这可以将矛盾误会的概率降到最低 内向的人一般都习惯三四而后行 万一遇到剑拔弩张的矛盾 也能尽量保持平静 也许有人觉得他们显得木讷 但正是这种沉稳的性格 能让他们在和朋友交往时 处处保持分寸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或者本集内容 记得订阅分享 下一集 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内向者的竞争力 本书作者谭云飞 由平哥为您播讲 第四十九集 大胆说出不同意见 批评和反对 也可以很优雅 波士顿大学 客座教授 著名心理学家 马格丽特·赫夫曼主张 勇于拒绝 是使组织和团队进步的关键 任何一家成熟的企业里 最佳的工作伙伴 不该只是一个应声虫 而应该是在反复的冲突和辩证中 互相启发事业 互相帮助 能够建立牢固观点的人 著名职场电影 《穿普拉达的女王》中 女主角安蒂是一名职场新人 她的工作是为一位 实施高压管理的魔鬼老板当助理 一开始 她是勤奋的安迪 承受着老板的各种要求 因为无法拒绝 她只好对工作以外的 所有事情说不 以至于 她的私人生活一团糟 最后 她诚实地面对自己的选择 以行动拒绝老板 打开了人生的另一扇窗 拒绝的同时 给他人提供办法 虽然大家都知道 应该合理拒绝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敢于拒绝 善于拒绝 性格内向的人 在激烈的职场竞争下 努力适应 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对于新人来说 更是如此 他们为了迎合公司的 上级前辈等等 不懂拒绝 无形中就会影响 自己的工作表现 很容易忽略了 自身的职责 如果有人拜托你帮忙 而你自己手里有工作 答应这个事情 会耽误你的工作 那这个时候 你就要分清楚 事情的轻重缓急 你可以非常诚恳地 向他人说明 不好意思 我今天还有很多工作 需要处理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我完成本职工作以后 再帮助你处理 等你完成本职工作后 你再询问求助者 是否还需要帮助 真诚友善的态度 就会被他人 接受和信任 一般情况下 直接开口拒绝别人 是比较困难的 尤其是拒绝 与你关系比较好的同事 而当两位 都与你关系不错的同事 同时寻求你的帮助的时候 你面临必须要拒绝 其中一个的情况 那该怎么选择呢 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先去帮助那位 你准备拒绝的同事 跟别人协调一下 设法让他的问题 得到解决 然后再去帮另外一个 前一个虽然你没有提供 直接的帮助 但是通过热心的举动 就避免了得罪同事 也不会让他对你有错误的期待 真诚不是毫无顾忌 在生活中 我们可能都听过这样的话 我都是为了你好 才跟你说实话 我这个人是直肠子 心里藏不住话 要是连我都不跟你说真话 还有谁会跟你说啊 诸如此类的实话实说 有时候并不能达到 预期的效果 反而会伤及对方的感情 批评应该像一种 为朋友考虑的个人建议 希望对方能够从严行举止 或者业务技术等方面 获得一些参考 而不是单纯的 针对对方的缺点 那这样 才能使对方容易接受 内向的人一般不轻易表达 态度和立场 但如果在必须要表达 不同看法的时候 如何才能让批评 不损害双方的感情 甚至增进双方的感情呢 第一 谨慎批评 注意技巧 批评的目的是帮助人们 修正自己的缺点和不足 但是批评本身会造成一种 让人不太舒服的心灵感受 尤其是在批评生活中与你关系密切的朋友 或者同事的时候 就一定要慎重 要从增进友谊 促进工作的角度入手 很多时候 当事人并非被批评的人的雄辩而说服 而是为了从僵持中解脱 只是默认批评而已 所以 最好采用一种双方都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 让对方尽量在能够接受的心理状态中认识到错误 从而改正错误 批评 应该要先弄清楚对方的心理承受能力 适可而至 对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同事 批评就应该委婉温和 甚至不露痕迹 对一些比较顽劣 懒惰 甚至鲁莽冲撞的对象 就需要拿出辩论式压倒性的批评 对方无力辩驳的时候 再施加抚慰才可以取到预想的效果 第二就是 注意批评的方式 人际交报有多种批评方式 比如 冷却是批评 暗示是批评 渐进是批评 谅解是批评 幽默是批评 鼓励是批评等等 每种批评方式都有各自的利弊 肯定是批评 一般更容易让人接受 比如 老师在学校里对某个同学进行批评 一般先对这位学生的某方面做出肯定 然后再引出其不对与欠缺的地方 这样 对方更容易认清自己的错误 不会因为逆反心理而针锋相对 肯定是批评既可以提高效率 又可以增进双方的感情 让批评发挥出更大的价值 综合式批评更容易为人指明方向 例如 在工作中下属犯了错 作为上级呢 单纯为批评而去批评 不是说不可以 但是容易引发下属的抵抗情绪 这个时候 不妨利用综合式批评方式 你可以说 小李 这个项目是因为人手不足 还是因为时间紧迫 以至于完成的不够理想呢 你可以为同事分析错误出现的原因 并且提出正确方法 然后再指出对方的错误 以后再有类似的项目 遇到什么问题啊 可以早一点提出来 这样公司上下就来得及协调安排 要避免以后再出现类似的情况 那这样 对方就不会因为抵抗情绪 而故意跟你过不去了 诚恳式批评 会让人心存歉意 用诚恳式的方式去沟通 就能让对方在错误面前 心存歉疚和感激 从而改正问题 所以 批评别人不一定非得是暴脾气 换用更诚恳的语气 说不定就会赢得更大的效果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或者本期内容 记得订阅分享 下一集 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内向者的竞争力 本书作者 谭云飞 由平哥 为您播讲 第十八集 害怕 只因我心中有个小小孩 性格内向的人心思敏感 很容易受到外部的刺激 一旦觉得刺激太多呢 他们就会心里不适 惶恐不安 站也不适 坐也不适 所以他们往往会限制自己的社会交往 以免被弄得筋疲力竭 例如一家公司召开一个项目会议 大家集中讨论一个方案 需要人人都发言 集思广益 可如果一个内向的人 被强行拉来这种场合 就会压力很大 在众目睽睽之下发言时 他可能会不知所措 吞吞吐吐 最后也无法将自己的意见 表达清楚 心理学家通常会为这类失败 提供三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为 社会性惰化 也就是 在一个小组中 有的人会对所有的工作袖手旁观 把所有的工作都丢给队友 第二种解释为 产生是阻碍 就是小组中只有一位成员 在滔滔不绝 或者能够迅速地产生一些想法 而其他的小组成员呢 则处于被动听取的位置 第三种解释则为 评价焦虑 也就是对在同伴面前出丑的恐惧 性格内向的人 在之前的案例中 就是第二和第三种的结合表现 在许多人眼中 性格内向的人可能是 不善言辞 过于安静的 在开口说话的时候 也特别注意他人的反应 仿佛他们在社交方面缺乏自信心 害怕交往 并且自我封闭 而且很多人从小到大 一直都是如此 对外界环境 总是充满了各种的担忧和恐惧 在青少年时期 一些性格内向的人的生活范围 只限于学校及家庭 成长在比较封闭的环境里 因而更加加强了 他们的内向性格 让他们对于接触外界 越发地敏感害怕 就像儿童故事里的小老鼠一样 很多人童年时 应该都看过著名的动画片 猫和老鼠 主人公小老鼠Jerry 是很多人喜欢的角色 和大猫汤姆斗智斗勇 而常常处于上风 但现实中的内向者 和下面故事里的小老鼠 会更加相似 也并没有Jerry那么乐观 有一个小老鼠很有自知之明 觉得自己太渺小了 就很希望找到 最大最强大的东西 跟自己作伴 但是在城里逛了一大圈 都没有找到满意的小伙伴 那到底什么才是最大的呢 小老鼠到处打量 仰头一看 忽然意识到 最大的东西啊 当然是无边无际的天空了 小老鼠就问上天 天啊 你这么大 应该什么都不怕吧 我却这么渺小 你能够给我勇气吗 天却告诉他 哪里啊 唯有害怕的东西 我怕云朵 因为云朵一旦出现 就会遮天蔽日 小老鼠听了 觉得有道理 天都怕云 那云自然就更了不起了 于是 就去找云朵说 你能遮天蔽日 应该是天地之间最强大的吧 云朵却说 怎么会呢 我最怕风了 我好不容易才能把天遮住 当风一吹来 云开雾散 我就会被吹得到处跑了 小老鼠又去找风 说 风啊 天上万物都遮挡不住你 这世界上应该没有你害怕的东西了吧 风却说 我也有怕的呀 我怕墙 天上的云朵 我能够吹散 但是地上有堵墙的话 我就吹不过去了 所以墙呢 比我厉害 小老鼠就回到城里去找墙 说 你连风都能够挡得住 你是不是天底下最强大的东西呀 这墙却说了一句 令小老鼠非常惊诧的话 墙说 开什么玩笑 我最怕的就是你们老鼠啊 因为老鼠会在我的根基上咬出很多墙洞来 还住在我的下面 有时候啊 我还会因为你们老鼠的洞而轰然倒塌呢 这个时候 小老鼠恍然大悟 原来这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就是自己了 当然 任何人的成长都是这样 现实里很多事物都会让人感到害怕和恐惧 起初谁都想依赖强者 但真正可以依赖的只有自己 并且 人在精神上和心理上 也会存在自我保护意识 有些人受过欺骗 就不太容易再次相信别人 正常情况下 人的精神的自我保护 都处在一个平均值上 而性格内向者的自我保护意识会更强一点 自我保护意识强 可能让自己的内心免受外界的伤害 但是如果自我保护意识过强的话 却会对感情生活不利 封闭自己的内心 你就不会受到伤害 但是也得不到相应的疼爱 自我保护意识太强的人 较明显的缺点就是猜忌多疑 不会轻易相信别人 患得患失 不喜欢和别人合作 总觉得周围的人都在注视自己 或者讨论自己 内向程度较深的人 内心时常会感到焦虑恐惧 针对这种情况 有必要做出一些调整 例如在同人谈话的方面 可以尝试以下几个改善的方法 第一就是 对于聊天时经常提到的话题 预先准备答案 反复地熟悉 和身边的亲戚朋友 或者同学同事 进行交流对话 逐步地练习 可以直接把事先准备的一些问题 和答案背出来 虽然显得很生硬 但至少能够保证 对话相对顺利 让你慢慢地建立起初步的信心 第二 搜集一些有趣的话题 在交谈场合备用 网上有幽默 时尚 热点 旅游 影视娱乐 美味购物 等等五花八门的话题 根据交往对象 提前做一些功课 积累越多 越不容易冷场 而且 越是轻松地 和工作业务无关的话题 越能够让紧张的交流氛围 变得轻松 第三 对话时 多关注对方的内容 在和人交流的过程中 内向的人都会细心留意对方 而不是给予回应和表达 只要对方讲得越多 就有越多的时间来思考 因为很多内向的人 害怕和陌生人说话 往往都是怕自己说错话 招来别人的不喜欢 那么 就应该发挥这一特点 尽量让别人多表达 可以用偶尔提问 作为继续话题的方式 这样 非但不会给别人留下 糟糕的印象 反而会使对方觉得 自己遇到了一个 很好的聆听者 第四 带着明确目的进入对话 比如和陌生人对话 你可能会为自己 设定一个目标 即全面了解这个人 那么 在对话过程中 你的所有心思 都全部放在 了解这个人上面 不要担心其他问题 也不要说 其他不相关的话 不要觉得 对话有目的性是不好的 换位思考一下 你会喜欢和一个 跟你漫无目的地瞎聊的人 花太多的时间吗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 或者本期内容 记得订阅 分享 下一集 我们的主题是 情绪的蝴蝶效应 内向者的 高度敏感性 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内向者的竞争力 本书作者 谭云飞 由平哥 为您播讲 第21集 尝试练习 掌握说话的 五个细节 我们发现 确实有很多 性格内向的人 从事着公众事务 或者身居公司企业的 高层 他们有条件 可以通过参加 辩论社或者是 公众演讲的活动 做集体活动的主持人 或者课程讲师 等方式 来提高自己的 语言表达能力 对于普通人而言呢 虽然不一定需要 改变说话的 习惯和方式 但只要下定决心 并持之以恒 一样能够 做得更好 因为无论 是什么性格的人 我们自身的 可塑性呢 都比我们想象的 要大得多 假如希望 和别人交谈顺畅 或者提高 讲话能力 可以从 以下几个细节 入手 尝试练习 第一就是 换位思考 对于任何问题 以及相关的事情 不要都从自我出发 认为我想怎样 而是要设身处地地 进行考虑 客观公允的论述 当然 也并不用面面俱到 想得太多 否则就容易破坏 交谈的节奏 造成冷场 第二就是 不卑不亢 性格内向的人 最在意对方 对自己各方面的看法 而且 对当面的 或者公开的评判意见 更为在意 当然 只要做到 理论公平客观 就不需要 顾虑太多 害怕别人误解 或者是批评 怕被说不好 带着自卑的心态 更是 完全没有必要 第三就是 注意自行 如果是针对 别人提出的一些观点 自己有不同的意见 别急着反驳 或者责怪对方 先问问自己的看法 是不是 公允无误 在同别人交涉前 应该将自己的观点 再在脑海中过一遍 一方面可以发现 自己观点的缺漏 及时弥补 另一方面呢 如果发现自己是错的 对方是正确的 也可以避免 同别人发生矛盾 第四就是 尝试先和少数人沟通 如果在人多的聚会上 开口感觉不适 可以尝试先找少数几个人 进行沟通 慢慢尝试交流 选择个人比较擅长的话题 逐步的锻炼 提升交谈的能力 第五就是 尽量寻找共同话题 一般内向者 刚开始与陌生人接触的时候 不喜欢和陌生人 过多的谈论自己 那么 可以和对方找一个 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 可以是工作或者是学业 也可以是 你们都喜欢的明星 或者是最近的某个 热点话题新闻 等等 由于内向者往往对外界 敏感而开放 善于倾听和捕捉细节 在短时间内 了解别人 因此 找到共同的话题 对他们来说 并不会很难 总的来说呢 性格内向的人 有可能因为某些原因 受到刺激 会对在人前讲话 比较恐惧 但 也有一些人 是因为想的太多了 顾虑该怎么说 和说什么 才会造成 讲话的不顺畅 那这种情况呢 是可以通过方法练习 改善提高的 尽管同属性格内向 人和人的情况 也并不完全一样 要积极地去寻找 自己的方法 而不是坐等上天 给你送一些 让你满意的朋友来 各位听众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 或者本期内容 记得订阅 分享 下一集 我们的主题是 内向不是问题 不自信 才是 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内向者的竞争力 本书作者 谭云飞 由平哥 为您播讲 第五十一集 放弃借口 才能取得进步 现实生活中 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 难免会发生 各种意想不到的状况 出差错 也是正常的 性格内向的人 往往特别在意 别人的态度和眼光 害怕承认自己 客观存在的一些不足 这是一个很致命的问题 一旦交往中 出现一些误会 工作上出现一些问题 很多人都会 习惯性地去辩解 忌讳承认自己的错误 并且做出道歉 一大堆解释的前台词 无非就是想表达 至少不完全是我的错 因为内向的人 存在潜在的 完美主义倾向 他们尤其害怕 自己的表现 被人指责 或者是批评 事实上 我们要承认 任何人都不可能 是完美的 也没有任何事情 是完美的 如果自己负有 一定程度的责任 显然放弃借口 承认错误 是有必要的 如果一个人回避 和消极对待自己的问题 往往是缺乏 责任感的表现 在任何情况下 这样的人都无法 被给予正面的评价 也无法给人留下 靠谱和值得信任的印象 因此 也就很难获得 交往上的认同 与支持 那么 他无论身处 任何工作 任何团队中 向前迈进的难度 都会很大 放弃借口 尝试真正去改正失误 即使一时之间 没有达到要求 或者没有得到 别人的理解和支持 也没有关系 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别人感受到你的诚意 我曾经工作过的一家杂志社里 有一个女生小张 是那里的首席编辑 入职呢 有三四年了 人很文静内向 但工作起来很是认真 从名不见经传的小写手 到单位的业务骨干 他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一次闲聊的时候 他很谦虚地跟我说 我来的时候 很怕自己做不来 我有些不敢相信 小张说他上一份工作呢 也是在一家杂志社 但他在实习期间 就经常犯错误 遭到了前辈和同事的批评 部门主管呢 还找他谈话 问他愿不愿意 调换到别的岗位去 他说 当初我就是因为 喜欢文字 爱好写东西 才到杂志社来工作的 可如果让我做文字工作 那与我的理想 差得太远了 他的想法 遭到了主管的反驳 主管坚持认为 小张能力有限 不适合目前的工作 虽然爱好写作 但是小张呢 也觉得自己 真的不适合做编辑 或者是采写工作 最终 他选择了辞职 小张接连休息了好几个月 反思了很久 最后还是决定 要坚持下去 他说 其实我也怀疑过自己的能力 觉得自己可能不行 或许爱好真的不能当工作来做 但他不服输 哪怕压力再大 小张也决定再试试 在进入第二家杂志社以后 小张把前辈曾经做过的采访 采写的稿件 都通读了一遍 认为好的部分呢 他都摘录下来 在业余时间里 他学习了很多 关于采写和编辑的知识 到现在第四年 小张就成了杂志社的首席编辑 小张当初的错误 不但没有把他打倒 反而让他涌起了一股 不服输的拼劲 并不是别人说他不行 他就认为自己真的不行 小张没有找借口 放弃自己的爱好和理想 而是经过不断的努力 用行动 为自己做了证明 换来了理想的成绩 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 不要一味地追求 自己利益的满足 这样有可能会伤害 与对方的关系 这个道理很简单 但做到却很难 很多人都会为了 自身的利益 而找各种理由充当借口 即使伤害对方 也毫不留意 在商业社会中 彼此之间目的性 很强的交往观念 很损害人与人的 正常信任 很多人在从事一个工作 或者完成一个项目的过程中 最费力气的 可能不是处理业务本身 而是和客户进行谈判 早年的一些项目 一般是先完成任务 然后再结算 最后所有的费用 只要看上报的费用清单 就明晰了 大家都很实在 该是多少 就是多少 没有多少借口 或者理由敷衍对方 但随着现代的发展 和商业社会的进步 在如今的商业合作中 假以双方似乎 从未愉快地达成协议 对任何一家 被委托的公司来说 最主要的目标 是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而对于委托一方的客户来说 追求的是 预算的最小化 虽然我们希望 与每个客户都和和气气 但很多时候 利益上的冲突 是没有办法调和的 双方都在寻找 各种理由和诸多借口 为自己争取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一方能够充分地认识到 合作的必要性 放弃一些执着 主动妥协让步 那么双方就能 顺利地达成合作 项目的成功 才是最有利于双方的 不是吗 如果过于苛刻 对于合作过程中的 默契培养 也是一个阻力 其实大可不必 利益过于吹毛求刺 只斤斤计较眼前的利益 而忽视了 双方长远的利益 就得不偿失了 各位听众 本集播剿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 或者本集内容 记得订阅分享 下一集 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内向者的竞争力》 本书作者谭云飞 由平哥为您播讲 第32集 洞察本质的能力 像比尔盖茨一样思考 性格内向的人 善于深思 习惯脑力活动 对于身边的一切 都很敏感 环境适应能力 则相对较弱 然而 生活状态和成长环境 本就是在不断变化的 因此 内向的人 一般需要经历 更长的适应期 一方面 他们要接纳新事物 找到环境中的不利因素 并且思考对策 另一方面 他们要调整情绪 以平复内心的消极 这也是人们认为 很多内向者 比较慢热的原因 然而 大部分性格内向的人 对事物的变化 又都充满了深刻的洞察力 他们善于去分析利弊 判断取舍策略 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 即便是像爱因斯坦 巴菲特这样的精英人物 在成功之前 也需要用漫长的时间 来积累相关的专业知识 其中 也会遭遇 无数次的失败的经历 微软的创始人 比尔盖茨 被公认为 IT发展史上的传奇人物 他具有令人惊叹的商业眼光 他凭借着 深邃的洞察力 卓越的经营智慧 和精明的头脑决策 成为了行业标杆 为众人仰望 在带领微软发展的过程中 他不断证明自己 对IT行业的预见性和前瞻性 由于他对先进科技的深刻了解 和整合资源的独特方法 使他在专业领域 具有洞察先机的判断力 这也为微软 确立了正确的发展方向 比尔盖茨告诉人们 软件也是一个市场 我们必须明白 什么将会变得流行起来 并坚持自己的理念做下去 当时专业主机主宰市场 但是比尔盖茨 敏感地察觉到 PC 也就是个人电脑的时代 即将到来 于是 他着眼于抢占个人电脑 操作系统市场 二十年前 比尔盖茨预言 世界上有桌子的地方 就会有计算机 他说 终有一天 不会很遥远 你不用离开书桌或者扶手椅 就可以做生意 从事研究 探索世界 以及各种文化 收看你想看的任何喜欢的娱乐节目 交朋友 以及给远方的亲戚看照片 没有悬念 这些预测都一一得到了证明 现在 他的理想变为现实 计算机 也已经彻底改变了 我们的生活方式 比尔盖茨几乎是 性格内向的成功者的代表 而他让人蛰伏的 就是那精明而准确的洞察力 因为这一类人 非常专注于自身行业的种种细节 哪怕是一个细微的变化 或者趋势 他们都会有所感应 能够提出针对性的策略 所以 这一类内向的人 往往希望面面俱到 深刻而周全 能够凭借深厚的专业知识 和独特的眼光 对行业未来和自身方向 做出精确的预判 洞察力是可以后天培养的 但也会受到先天本能的驱使 这种具有洞察力天赋的内向者 在自己感兴趣的方面 能自然而然地留意和专注 当然 生活中很多人 不一定能够找到 适合自己的擅长的专业领域 让自己全身心投入 像比尔盖茨 和电脑软件行业 巴菲特和金融股票行业 这样契合 但是 你也可以有意识地 在某一片领域中去摸索 刻意培养兴趣 尽量让自己投入其中 发挥自己的所长 很多内向的人 不愿意将内心的想法 轻易地说给别人听 但如果他们找到了 属于自己的天地 能够一展所长 在这些领域 他们一样可以 侃侃而谈 所以 这种洞察力 是他们积聚能量的 重要手段和方式 只要给予他们自信 他们就可以使内心 变得强大而有力 那么 我们如何提升 自己的洞察力呢 第一 相信自己的判断力 训练 逻辑思维 内向的人 原本最相信的人 就是自己 但他们有时又会因为 对外界的评判过于敏感 而缺乏自信 因此 要摆证自己的认知 确立自己的信心 提升洞察力 需要善于思考 要会从根源上去梳理 找到问题的本质 面对事情或问题时 先去捋顺整件事 寻求内在的安心 然后通过 一次次训练的积累 提升对事物的观察力 和洞察力 第二 在平静中 激发创造性思维 内向的人一般喜欢独处 喜欢平静的生活环境 这样的环境 能够帮助他们 提升思考的效果 就工作而言 安于平静 对于适应环境来说 很有益处 因为这样 容易激发他们的思维活力 因此 提升自己思维能力的 一个方法 就是多处于 舒适而宁静的环境中 那些成功的 具备创造能力的人物 比如爱因斯坦 牛顿 马克思等天才 几乎都有一个 共同特点 那就是喜欢 独自在平静的环境里 埋头苦干 第三就是 善于吸收有价值的意见 提升洞察力 内向的人大多比较敏感 比外向的人 更加重视别人的反馈 因此 要理性看待其他人发表的意见 仔细地进行分析 来提升自己的洞察力 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观点 全面了解他人的意见 并吸收有价值的信息 是一个简单 快捷的方式 不能因为别人的一点意见 就畏促害怕 妄自菲薄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 或者本集内容 记得订阅 分享 下一集 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内向者的竞争力 本书作者 谭云飞 由评歌 为您播讲 第四十四集 独处的时光 让生命更加充实 这个社会上 多数成功的人 都有一些共通的魅力 比如沉稳 果断 有毅力等等 其中有些内向者 并非不敢说话 或者不爱说话 他们只是 尽量避免无用的社交 习惯安静的环境 认为留在私人的空间里 能更加专注于 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因为这种专注的 性格特质 性格内向的人 才能够集中精力 进行学习和研究 才能表现出 不俗的专业能力 使他们的人生 显得有意义 并且过得非常充实 今天的生活 多数人并没有 真正全面地了解过 内向性格 甚至一些内向的人 也对自己的真实性格 一片茫然 他们喜欢独处的安静 一般喜欢 静静地读书 和做一些思考 他们更愿意 与自己的内心对话 关注自己想要什么 思索 如何实现目标 性格习惯 并不一定就是缺陷 内向的人喜欢安静 其实更有利于 发挥专长 能够使他们 在自己的世界里 光芒万丈 环境因素 影响性格的沉淀 内向的人 一般不喜欢 十分喧闹的环境 渴望在某一领域 有所成就的人 都会在做事的时候 高度专注 他们习惯进行 深度思考 工作和生活中 都很沉稳干练 如果没有一个 足够安静的环境 他们可能很难 做好事情 因为他们所从事的 往往是专业性 很强的工作 在事业上 取得辉煌成就的人 都具有敏锐的观察力 和惊人的执行力 他们通常有 独特的思想体系 和思维方式 充满自律 且自控 是最值得信赖的伙伴 著名作家 马蒂·兰尼 在书中 引用过这么一个小故事 传说有个小国 到中国来进贡 贡品是三个 一模一样的惊人 皇帝见到之后 很高兴 可是这小国的使者 却出力到难题 使者的问题是 这三个惊人 哪个最有价值 三个惊人 形入一个模子里 刻出来的 重量也完全一样 哪有什么区别 弹和价值的高低 这可难住了皇帝 他心想 自己泱泱大国 若是被他小国的题目 难住 那岂不是 颜面尽失 遭世人耻笑吗 于是 皇帝心急如焚 寝室难安 他请来珠宝匠 对这三个惊人 进行检查 称重量 看做工 请他们仔细鉴别 希望找出差别来 但结果 却让皇帝更加失望 所有人的答案都是 三个惊人 一模一样 于是 皇帝召集 众大臣 商量对策 众臣们面面相去 毫无办法 这时 有一位老大臣 说他有办法 皇帝眉头一盏 立刻将老大臣 和使者 请到大殿上来 老大臣 胸有成竹 不疾不虚地 拿出三根稻草来 只见他将 第一根稻草 插入第一个惊人的耳朵里 这稻草 从惊人的 另一只耳朵出来了 他将第二根稻草 插入第二个惊人的耳朵里 稻草 从惊人的嘴巴里 直接掉出来了 而第三个惊人 在老大臣 把稻草 插进他的耳朵后 稻草便 掉进了他的肚子里 什么响动也没有 老大臣说 第三个惊人 最有价值 实者无语 答案 正确 这个故事 看似有点玄妙 但他却说明了 嘴巴和耳朵是虚的 唯有心 是实的 其实他告诉我们一个 再通俗不过的道理 生活中很多事情 该说的才可说 不该说的 不要说 而最有价值的人 也不一定是最能说的人 而是那个 能守住秘密的人 所以 真正有本领的人 都是善于倾听 和善于思考的 这些人在工作和生活中 都喜欢安静的环境 让他们能够 专心致志地 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 充实自己 也要注意 时间管理 内向的人 不喜欢将时间浪费在 社交应酬方面 习惯进行有效的 日程管理 这恰恰是 他们的一个典型特质 如果善于利用这一点 内向的人 就可以更好地 充实自己的知识和技能 即便不去做科学家 艺术家 或者政治家 也可以在其他行业中 很好的胜任工作 内向者喜欢 待在自己的舒适区 有的喜欢宅在家里 而常常被认为是 性格缺陷 甚至一些内向的人 也会自认为这样不好 这可能是因为他们 没有找到 真正值得自己 投入去做的事情 如果找到了自己的目标 无论是学习 读书 写作 实验 或者练习某一种技术 那么 就可以让生活充实起来 不会再 无所事事 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 都需要劳逸结合 想把自身爱好 发展成为另外的副业 最重要的一点 还是要善于做好 时间管理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 有效的时间管理 最好是 七三笔 百分之七十的时间 努力进行自我增值 百分之三十的时间 不要抱有任何幻想 持续社交 才有机会 让那些新鲜的东西 涌入我们的生活 做好时间管理 能在各种繁杂的事物中 变被动为主动 如今的年轻人 工作都很繁忙 看似找不到时间 提升自己 其实 在日常工作之余 尽量减少无效的娱乐 避免在床上 或者沙发上玩手机 就可以挤出 很多时间 来为自己充电 哪怕是在家里 花费半个小时 打扫卫生 做做家务清洁 也可以当作锻炼身体 同时还可以 尽心想想事情 也胜过在网络上 浪费时间 当一个人在 无事可做的时候 往往最容易陷入 舒适的假象当中 今天的年轻人 很容易把工作劳累 当成借口 回家以后得过且过 每一天到每一周 再到每一个月 日积月累 往往就把很多 能够提升自己的 独处时间 给浪费掉了 各位听众 本集播剿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 或者本期内容 记得订阅 分享 下一集 稍后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